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又能够再次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如果有人问你 你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怎么回答 很有意思 神与人建立两种永恒的关系 今天我们来思考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从以赛亚书第55章3到5节 神在主前 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之前 差不多700多年前 已经向以色列人和世界宣告 他要和人建立怎么样的关系 我相信犹太人本身他们也是搞不清楚 如果你说神的关系跟神 神是见人见智 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5章3到5节 你们当就近我来这而听 就必得火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我已立他向万民做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苏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招来 苏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都因耶和你的神 以色列人的圣者 因为他已经荣耀你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第三节 第三节他说 你们当就近我 测而听 就必得火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这里我们注意 有两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 你们当就近我 测而听 就必得火 这个是一个关系 是个生命的关系 第二个关系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是第二个关系 是约的关系 好 我们来思考这句话 我们看到这个两个关系 很有意思 第一个关系 生命的关系 你们当就近我来 测而而听 就必得火 希伯来文 有一个字 叫做Nabshiham Nabshiham 它没有翻译出来 Nabshiham 就是你们的灵魂 如果你把这个字 翻出来的话 就更清楚了 你们当就近我来 测而听 你们的灵魂 就必得火 很有意思 等一下我们 会再进一步的解释 第二个关系 是立越的关系 他讲到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这个可靠原文是 Amen的恩典 Amen就是可信的 你可以相信 你可以依靠的这个恩典 这个恩典原文是Hazard 是神的慈爱 好 我们来思考 第一种生命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 旧约 旧约 讲到 神的应许 神要跟人建立两种关系 到了新约 是成就 在新约成就 我们可以从 约翰福音第一章 第十二跟十三节来看 十二节 他是倒过来 第十二节说 凡借待他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是什么 这是约的关系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的话 我就给你权柄 怎么样 做我的儿女 换句话说 这个是个交换条件 是双方面的 你相信我是神 你相信我是神所才来的 我就怎么样 我就 让你 接纳你 成为神的儿女 第二个 是在第三节 十三节 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人欲生的 乃是从神 我们都是父母生的 我们都是从血气生 从情欲生 从人欲生的 但是他说 这种人 被神接纳的这种人 不是 不单只 不光是从父母生的 你还是怎么样 还是从神生的 好 我们进一步去了解 旧月的应许 是你们当就近 我来测而听 你们的灵魂 就必得活 主耶稣在新月 怎么说 主耶稣说 我实在是告诉你们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死人要听见那 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这是在约翰福音 第五章二十五节 耶稣在这里 告诉我们 一件很奇妙的事 他说 时候将到 现在就是了 因为我来了 耶稣基督 神的儿子来到世界 我来了 从现在开始 死人要听见 神儿子的声音 这句话 从字面上看起来 很矛盾 死人怎么听得到 神儿子的声音 谁是死人 所有亚当 夏娃的后裔 都是死人 为什么 因为在创世纪 第二章十七节 神对亚当说 一件元里面的果子 所有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 但是那一颗 分别三 果子 你不能吃 吃的日子 必定死 第三章吃了 亚当夏娃的灵魂 死了 所有亚当夏娃的后代 所有人的灵魂 都死了 跟神的关系死了 神的灵 离开了 人 肉体 最多活到 一百二十岁 也会死 所以 耶稣在讲到 所有的这些死人 不信主的 这些人 会有一个机会 听到神儿子的声音 换句话说 当你听到 神儿子 在呼叫你的时候 你听到福音的时候 你相信 耶稣基督 怎么样 你的灵魂就会苏醒 你的灵魂就会活了 这个是旧月的应许 跟新月的成就 我们看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生命的关系 第一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个亲密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五节这样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个关系比什么都轻 世界上没有这个关系 我们跟父母的关系 我们只不过是有他们的DNA 有他们的精子跟卵子 所结合出来的一个人 我们不在父母里面 父母也不在我里面 我父母找走了 他已经在天上 他不在我里面 我也不在他里面 这个关系 只有在神里面有 这个关系是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单只是亲密的关系 第二方面 它是个永恒的关系 我们从耶稣讲的这句话 耶稣对马大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这句话怎么意思 他讲 所有的人都会死 但是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你的身体虽然死了 有一天你们要复活 你如果在有生之年 活着相信我的话 你的灵魂必永远不死 这个必永远不死 是指我们的灵魂 如果你记得 耶稣在定十字架的时候 跟旁边信耶稣的 那个强盗怎么说 他说你今天 就要跟我在乐园里了 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应许 耶稣基督兑现了 落实了 这个关系是什么 是生命的关系 是生命共同体 这个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这个关系怎么来解释呢 是在以福所书第二章 第二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助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怎么知道 神在我里面 圣灵在我里面 我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关系是亲密的关系 好 我们来再思考 第二个关系 第二个关系 第五十五章第三节 是这么说 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 可信的恩典 这里讲到三方面 第一他讲的是永远的约 第二他讲到 这个是可以靠 可以信靠的 更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是跟大卫所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约的关系 耶稣基督也讲得很清楚了 特别是在守圣灿的时候 耶稣说 这个杯是我立月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的 使罪得赦 生命的关系是连结 我们以神连结成为一体 月的关系是双方面的 神主动要和人建立这个月的关系 怎么主动 神主耶稣基督 道成若生来到世界 他为我们的罪被定死在十字架上 他把他这个月 他先签了 他用他的血来签这个月 我们呢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受洗 我们用水来见证 我们和神立月 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 第三章跟尼克蒂姆说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断不能进神的果 圣灵生的是跟神建立 生命的关系 水呢 是和神建立月的关系 耶稣基督签了这个月 他说 这是我立月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免 好 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一下 这个月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第一 他讲到 这个月是跟大卫立的 所以他是有历史的依据 是历史性的 historic 是依据大卫之约 和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 他的死 他的复活 他的升天 这个是有历史证据 依据的 这个historic 对我们来讲非常关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不是一个小说 他是个历史人物 他是有历史依据 是依据神和大卫所立的月 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 不单只是他是historic 第二 神跟以赛亚说 这个是可信的 他原文是阿们的 这个月你可以阿们的 你可以相信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先看下面那一章 这个是55章第四节 神说 我以利他就是耶稣基督 向万民做见证 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 你苏来不认识的国民 你也必招来 苏不认识你的国民 也必向你奔跑 读因耶华你的神 以色列的圣者 因他父神 已经荣耀你圣子 好 我们必须要了解 到底耶稣基督 是怎么一回事 耶稣基督是父神所拆来的 夫神立他做见证 做什么见证 耶稣讲了一句话 你们从地上把人子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很奇妙的 这个可信靠的耶 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 他说我们 look around 你看一看 就好像 西伯来书第12章讲到 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未饶着我们 你看一看 全世界各个国种族的人 都有相信耶稣基督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讲了这句话 如果你们从地上把我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从犹太教出来的 从以色列那边出来的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 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爱吸引 我们被耶稣基督吸引 这个吸引 让我们怎么样 我们认为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可靠的 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 33、34节那边讲的 他讲到凡接待他 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说 这是可信的 第二方面 我觉得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神立耶稣基督做万民的宗宝 这个是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和49章第8节说的 很奇妙 旧约神讲了 神设立耶稣基督做宗宝 这个宗宝就是约的意思 新约呢 西伯来书第8章第6节 他那边讲到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宝 这个宗宝是什么意思 这个宗宝就是guarantee的意思 保证人 换句话说 他说这个约你可以相信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我们的cosigner 他保证这个救赎 他保证这个约 很有意思 这个早在主前700多年间 神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新约的宗宝 好 第三 他讲到这个约是永恒性的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这是以西伯来书第10章第14节讲的 讲到耶稣基督 一次献祭 他做了这个赎罪祭之后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很奇妙 神给我们的月的关系 是个永恒的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是什么 永不改变的 所以当人问你 你跟神建立怎么样的关系 第一是生命的关系 第二是怎么样 月的关系 最后我们再来读这句话 这句话背下来 你们当究竟我来 彻而听 就必得火 我必以你们立永跃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感谢观看